嗨 歡迎來到Flow with Kitty 凱莉瑜珈 今天是我們60分鐘的第三部分 然後最後的一個單元 那今天呢 會多一點點伸展放鬆 然後讓你的情緒釋放掉的一些練習 那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就開始囉 我們首先坐在墊子中間 然後動一動腳 然後把你的左邊的屁股肉往外撥 右邊也是 坐到你的坐骨上 那如果你覺得你只要伸直腿就很容易下背往下掉的人 可以先微彎一點點膝蓋 這樣你就比較容易找到你坐在坐骨上下背是挺直的地方 好 我們手往上延伸 吐氣的時候 讓手套到腳底板 那如果套不到的話 一樣可以多彎一點點膝蓋 然後我們試著把胸背往上提 我們用屁股左右左右往後移動的方式 去加深你的前彎 然後把上半身輕輕的往下放 好 到你覺得一個最痠的位置 就可以把額頭貼往你的小腿了 那如果你一直保持膝蓋彎著也沒有關係 試著把你的胸口往上提 肚子貼緊大腿 然後你就會感覺下背延伸 然後脊椎拉長 我們感覺氣深吸到後背 吐氣的時候 試著再把腳跟往前提一些些 最後4 3 2 最後一個呼吸 輕輕帶起來 好 我們讓右腳踩在左大腿內側 右邊的屁股往後移一點點 然後保持背延伸 手往上 好 扭轉到左邊 它是一個帶一點點扭轉的前彎 那我們彎左膝蓋 一樣先套到腳底板 再把腳跟往前踢出去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你也一樣可以彎多一點點膝蓋停留在這邊 試著重複把你的胸往上提 然後感覺肚子跟大腿貼緊 兩邊的坐骨往下扎根 再試著踢前腳 好 然後每一次可能前進一點點 然後慢慢你就可以在前彎裡面加深 我們再三個深吸深吐 2 最後一個呼吸 輕輕帶起來 好 我們把右腳踩在你的左大腿外側 把腳收往你的右屁股外 我們會來到伴魚王式的扭轉 好 右手點地 然後試著把手指頭點在地板上 把下背推高 然後我們再讓左手延伸 放到你的右大腿外側 好 我們試著扭轉往後 然後還可以的話 把你的右手再往後走 感覺是肚子先轉 轉完轉胸口 最後才轉頭 再三個呼吸 最後2 好 我們再一個呼吸 慢慢帶回來 膝蓋疊膝蓋 然後把兩邊的腳跟包上自己的屁股外側 那如果你在牛面室裡面有一邊的屁股 沒有辦法坐在地板上的話 你可以伸直下面的腳 或者是讓你的膝蓋不用重疊那麼多 先確定你的兩邊的座骨是坐緊在地板上的 然後準備好以後我們往前趴 保持你的座骨扎根在地板上 好 觀察一下兩邊的寬 屁股跟大腿 然後感覺上半身放鬆 往下沉 我們再三個深吸深吐 最後兩個呼吸 最後一個呼吸 吸氣輕輕推起來 好 我們把左手往上延伸 放到你的右大腿外側 手合掌 吐氣推 把大拇指推到心正中央 視線往上 我們在這裡三個深吸深吐 二 二 最後一個呼吸 輕輕解開 好 我們腳鬆開 好 動一動 那我們換一邊 換左腳踩在你的右大腿內側 把左邊的座骨往後移一點點前腳勾 手往上延伸 好 扭轉到右邊以後 套到你的腳底板 那一樣可以先彎一點點膝蓋 把肚子完全貼緊在大腿上 試著把胸背往上提 好 我們在這裡 試著吐氣踢腳跟往前 好 到你覺得很痠 然後感覺大腿後側 跟下背延伸的位置就停留 好 你可以選擇停在這裡 每次吸氣都把脊椎拉長 好 吐氣吐到腿後側 那覺得還可以的話 就再往前提一些些加深動作 好 試著把手肘往兩邊打開 上半身再往下沉 再三個呼吸 最後二 再一個呼吸 好 慢慢帶起來 好 我們把左腳踩在你的右大腿外側 把右腳跟收在你的左屁股外 我們來到半魚往式 左手點地 先把背推高 右手往上延伸拉長 放到你的左大腿外側 吐氣推伸 扭轉往後 然後覺得還可以的話 帶你的左手再往後帶 把胸口跟肚子往後轉 把胸口跟肚子往後轉 再三 二 最後一個呼吸 慢慢回正 然後我們讓膝蓋疊膝蓋 腳跟包在屁股外側 進入牛面式 好 我們身心 兩邊的坐骨坐緊地板 那你可以稍微微調一下屁股肉 好 再慢慢往前趴 好 上半身往下放鬆 好 我們再三個呼吸 好 放鬆你的脖子後側 五 最後二 好 我們再一個呼吸 吸氣慢慢推起來 右手往上延伸拉長你的腰側 扭轉到左邊 手合掌 吐氣推 把大拇指推到你的心正中央 視線往上 再三個呼吸 一 二 最後一個呼吸 慢慢回正 腳鬆開 好 動一動 然後我們來到四組鬼姿 手指頭撐大壓緊地板 然後讓你的膝蓋跟骨盆同寬 好 我們做幾個貓牛式暖一下背 然後稍微放鬆一下你的脊椎 然後稍微放鬆一下你的脊椎 加一點點後彎在動作裡 吐拱背 再一個吸 吐 吐 最後三個心 吐 最後三個心 吐 再兩個心 吐 最後三個心 吐 吐 深吐 好 我們下個吸氣回到中間 退膝蓋一小小步 然後把屁股跟膝蓋留在一條線 手往前爬 感覺上半身往下沉 下巴或是胸口點向地板 那如果點不到的話 你可以讓額頭貼地 然後觀察一下你的腰側拉長 手臂拉長 然後應該會覺得肩膀跟腋下的空間打開 那如果覺得還有空間的話 再慢慢試著讓胸口往下降 下巴點地 好 如果覺得手卡卡的 可以把手稍微往墊子的兩側打開 然後可以跟你的墊子同寬 然後一樣可以選擇額頭點向地板 然後專注在吸氣的時候吸到背 吐氣再往下放鬆 最後兩個 深吸深吐 我們最後一個深吸深吐 好 吸起頭輕輕抬 好 慢慢把自己的手走回來 回到四足跪姿 好 我們現在把右腳往後延伸 大步踩到你的兩手中間 好 然後你會感覺你的前面的腳跟膝蓋一條線 然後試著讓後面的腳膝蓋當軸心 把小腿往內收 所以你會在兩個M字形裡面 好 然後我們讓右手掌 放在你的右腳跟的後側 虎口大概切在你的腳跟的邊邊 然後我們輕輕踮右腳 用左手抓你的腳到外側 好 然後試著把腳踢出去 翻開 好 停留 好 再三個呼吸 二 好 沒有把踢直也沒有關係 試著感覺肚子收 把腳再往上帶 好 輕輕鬆開 那我們解開手 回到四足跪姿 那我們試著換一邊 左腳往後延伸 大步踩到兩手中間 好 然後一樣先把腳跟膝蓋對在一條線 後面的膝蓋當軸心 收你的小腿往內 好 準備好以後 我們讓左手 放在你的左膝蓋的內側 好 然後你的手的虎口 會在腳跟後方 好 踮起左腳 試著收一點點肚子 用右手抓你的腳到外側 好 把腳往前踢出去 好 翻開你的胸口跟視線往上 再三 三 二 一 好 輕輕帶回來 好 腳解開 回到四足跪姿 好 慢慢屁股坐往腳跟 來到嬰兒室 手往前爬 額頭輕輕點底 好 我們在嬰兒室調整一下呼吸 然後感覺手臂放鬆 最後三個深吸深吐 再兩個呼吸 最後一個呼吸 輕輕輕帶起來 然後我們準備趴在地板上 好 我們趴著讓右手穿過左邊的腰下 讓額頭貼地 那如果還可以加深的人打開你的右膝蓋 來到九十度的位置 感覺兩邊的肩膀跟腰下往下沉 那如果還想要加深的人試著把你的左手往後 從你的背往上走 然後再跟右手扣在一起 然後再跟右手扣在一起 我們再三個深吸深吐 好 觀察一下右邊的手臂 肩膀後背放鬆 然後可能右寬也會有打開的感覺 最後一個深吸深吐 輕輕鬆開 好 把右腳收回來 我們換邊 右手往前 把左手穿過你的右邊一下 額頭點地 然後一樣如果覺得可以加深的話 把你的左腳打開 然後如果你的左腳打開以後覺得太緊 你可以把腳收回來 停在現在這個位置 然後觀察一下左邊的手臂肩膀往下沉 那如果還要想要再加深的人 把你的右手往後繞 好 從你的下背往上走 然後試著讓左手跟右手扣在一起 停留 然後持續感覺你的肩膀往下沉 放鬆 然後把氣送到覺得緊的位置 再三個呼吸 最後二 最後二 最後一個呼吸 輕輕鬆開 然後腳帶回來 然後我們直接轉身躺下 躺在地板上 微調一下你的脖子跟頭 擺在一個舒服的地方 然後這樣腳掌避腳掌 來到竖腳室 手往兩邊輕輕打開 掌心朝上 感覺一下你的氣吸飽在胸口 吐氣放鬆 好 觀察一下兩邊的寬 自然往下沉 最後三個深吸深吐 那如果你覺得你的下背離地板很遠 就是有一點點空空是正常的 但如果你覺得你的肋骨往前飛太多 所以你的後背離地板很遠的話 你可以試著在吐氣的時候 把肚子跟肋骨往下收 然後感覺氣來到下背 再吐往骨盆底 再三個深吸深吐 二 好 我們最後一個呼吸 那準備好以後就可以進入自己的大休息了 把腳伸直 來到墊子兩側 輕輕放鬆 放鬆你的眉心跟眼皮 放掉肩膀 放掉對身體的控制 那準備好以後我們等一下就滾滾膝蓋 把自己帶起來 抱膝蓋 往胸口 前後滾滾背 好 我們再滾兩圈 輕輕坐起來 那我們就結束今天的練習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跟前面的兩部 會串成一個60分鐘的練習長片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練一整部完整的練習 然後或者是依據你的時間 你可以做前中後三段 然後搭配你今天的時間跟心情 然後去做挑配 那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那最後的大休息 詳細的說明我們有放在 14天的最後一天裡面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 那就這樣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